这是今年唯一一部拍给猛男看的电影 今天刚一上映就火爆了全网 影片刚开始就是一颗手雷滚到了车底 众人连忙开车逃跑 然而谁都没有注意到 后背箱上的斗篷男已经爬到了车底 紧接着下一步 随后是第二枪 第三枪 这是一把手枪探进了车窗 毫不犹豫地将司机一枪爆破 在干掉所有人后 斗篷男手脚并用地钻进了驾驶 此时毫不知情的主角几人 还在猜测这场游戏的规则 殊不知死神已经悄然逼近 好在他们都有主角光 枪声过后众人毫发无伤 但斗篷人还在身后步步紧逼 小田驾校还没有毕业的车底 虽然帮他们几次躲过了身后的致命一枪 但想要甩开追兵无异于痴人说梦 短发姐一米八的大长腿马上就起到了座 他三两下就把自己摸到了驾驶 老司机一脚油门下去 车速马上就飙升到了120万 但斗篷男也不是吃素的 下一刻直接鸟枪换大跑 对着前面的汽车就是一阵疯狂扫射 上推变速操纵感 然后再一脚油门 短发姐不愧是长腿老司机 直接原地180度大飘移甩掉了身后的追兵 但这么快的车锁 不出事马上就出事了 众人虽然被摔了得七荤八素 但好在大家都只是擦破了皮 不过斗篷人这时已经追了上来 对着周围的人就是一阵疯狂扫射 在好不容易逃过第一轮追杀后 主角团队开始分成两拨行动 泳装妹和小田去地下室找车 在顺嘴畅谈了一下人生后 有希和小美已经在超市找到了晚上需要的食物 奶油蛋糕味的炒面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两人抱在一击 还是可以给你撒一波狗粮 第二天一大早 有希到天台观察飞体的位置 他发现整座城市都已经被各种花牌 划分成了不同的游戏场 如果他们不想再被斗篷人满世界追上 就必须去参加其他花牌下的boss游戏 众人在经过商量后 决定去远离城市的海滨参加梅花K的游戏 等他们赶到了地方 果然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游戏桌 上面摆放着五个电子手环 但他们现在只有四个人 短发姐在之前和他们跑散了 好在这个时候有人毛遂自剑 虽然大家都不想和这个家伙合作 但独眼男已经提前戴上了一个手环 小美见识不可为 只好独自走向游戏桌将手环带了上去 旁边通向游戏场的大门也随之打开 五个人临时组成的小队 在跨过脚下的身份识别线后 正式进入了代表梅花K的游戏场 这一关的名字叫神学 然后从周围走出了四个很准的参赛者 还有一个超大号的马赛克 由于游戏规则比羊那个羊还要复杂 国主反复看了三秒钟也没有看过 在这里就不做表述了 主角团队在经过一番艰难的拼杀后 以牺牲化最多的小年为代价 终于赢下了这场游戏 但他们接下来也将面临更加危险的挑战 感谢观看